13号一年一度的大乐团节日慈善一眼在波兰全国举行 这也是该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民间募捐活动 当地时间1月13日下午1点半开始 华沙市中心地标建筑科学文化工广场上就开始了热闹的一眼活动 也拉开了今年大乐团慈善募捐的大幕 在波兰全国各大城市 从13日上午开始就有大约近千场不同规模的活动同时进行 12万志愿者在雪后将近零下十度的低温中进行街头募捐 在大乐团慈善活动的现场有很多收募捐款的小姑娘 我们来问一下 您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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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为捐款人贴上一枚红色的新型标签 通常在每年的这个时候 波兰人都为自己能拥有这样一枚标签而感到骄傲 大乐团慈善活动 在波兰已经有21年的历史 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 例如拯救早产婴儿 帮助早期癌症儿童 帮助事故受伤儿童等等 今年的主题是 拯救儿童生命 以及老年人关爱 活动的电视转播主会场 设在波兰国家电视台 乐手提到的游列克 正是大乐团慈善活动的创始人 20年前 他还是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持人 现在他是波兰家喻户晓的人物 以他为首的基金会 在过去的20年里 共筹集了1亿5400万美金的善款 购买医疗设备和器械 通过各种方式帮助病患儿童 在这场长达15个小时的直播活动中 截至记者发稿时 已经筹集了3729万字多题 约合7400万人民币 游列克还将活动 拓展到网络拍卖 电话热线和网络短信 联监管等等 尤维克还打算将大乐团的影响力推广到世界 通过组织更多的音乐活动来帮助儿童 以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群